哎呦 好編喔 褲子 還要走秀喔 來 還有啊 好 裴帥的笑容 裴永俊的笑容 請問就服裝來講 你們會比較想看誰的演唱會 沒有要放... 小心... 好 裴永俊的笑容 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小胖是要看 我會看裴帥 因為我想看他整張演唱會 你們都一直表演裴永俊 因為已經太好笑了 就笑個四十分鐘回去就很開心了 漾漾看小白 對啊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 肩帶的線已經快要斷掉了 讓我把它剪斷 對 這兩個這樣算演唱會造型嗎 Rabby老師 對啊 這可以啊 這應該還不夠資格喔 這不算吧 這個是 他笑翻的啦 Rabby老師你幹嘛 開玩笑 開玩笑 那個我是想要模仿Coco李文 對... 有其中有一段 OK 看得出來是模仿 老師我是看那個郭富城 妳唱會之後我 你穿演藝 就是我想要跟他一樣有那個 Bling Bling那個 所以我拿那個亮粉 真的好笑喔 一直撒... 他有畫面很像耶 他腳還是什麼那麼開心 你覺得這比較像尾牙對不對 尾牙... 員工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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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啊 對 兩位趕快下去換掉吧 不是還好 趕快請互座 謝謝 不過呢 今天呢 其實我們這個 有這個Semi一些演唱會的 造型的這個照片 我們來看一下 對啊 這...這是... 這燈耶 上面是燈耶 LED啊 燈 對... LED耶 對... 這裡也是演唱會上要穿的 對 我有看到Semi在後面啦 有嗎 這個是... 這個是蝦冰蟹醬的感覺嗎 這個是龍的感覺 龍啊 中國風 還好 這個是我福音的一部分 那這個衣服整合都是可以... 有翅膀的感覺 可以發光的 可以...翅膀可以發光的 哇 那這個... 這個比較有型的啦 Rock and Roll的一點點 哇 真的不能靠近你耶 哇 這就是我跳舞的 阿羅伯 這個... 超性感的耶 哇 我穿就不是這個效果了 對不起 是... 非常不一樣 哇 那裡面的防護措施是什麼 這個 這個其實是... 但是裡面還有一個透明的布 對... 透明的 對 唉唷 這就是有點像 婚紗一樣的一個婉裝吧 長裙子 OK 所以這個會是結尾嗎 還是開幕 Love Me Love Me是結尾 但是所有衣服不會再穿的 可以掉掉的啦 因為台灣的演唱會會全新的 這個是他之前香港的 香港的衣服 所以台灣是完全不一樣 對 哇 很想看到 大家去支持演唱會啦 不過其實說真的 這個大家自己現在又要獻醜 要看這一趴嗎 好像每個人都有帶一些 誇張衣服的打扮 誰 飄蟲 她說你已經長得很誇張了啊 對不對 沒有 那時候我們是 因為五個戲聯合一起辦聖誕舞會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是穿 這個哪有什麼 沒有 重點是都沒有穿褲子 然後穿男生的襯衫 對啊 不是...那不是褲子 那是男生的襯衫 然後那個帽子是上面 全部都灑銀粉這樣 然後我們模仿 就陪帥灑的那個嘛 對 好 兵器部 我是之前辦了一個發片記者會 就是以兵器部 你有發片記者會嗎 對啊 我是天后耶 我的天啊 我是校園中的兵器部天后 我的天啊 自己在發片 對 哇塞 你的臉超大 阿天哥 我身材很好耶 而且那時候我還為了要辦這個造型 我買了除毛季把藝毛啊 還有腿毛全部都塑掉了 不是 上一張照片 上一張照片有大種愛對不對 有耶 照片主持人 他是主持人 這個是在最右邊 拿那個 為什麼要拿著塑膠花 因為有記者獻花啊 對 我們有很多活動 有記者獻花 有活動 這很像變魔術的道具耶 他們拿不是我的唱片 特寫是真的滿有女人味的 兵器部 對 很漂亮吧 他們都被兵器部喔 很誇張 這個好誇張 這完全是大豆的菜啊 真的 你都把他灌倒 我跟他上一張 我真的不在意他 我還一直心動 我們搬來 在一起... 豆豆 豆豆 有沒有 兵器部 豆豆 他叫豆豆 豆豆哥 什麼 拉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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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剛剛真的有點心動 那要去上 我真的不知道是誰 他昨天春酒要出門的時候 你知道他跟我說什麼嗎 他說 你不覺得下禮拜 我穿槍去錄影的話 他們就直接叫我小圓了 我就說什麼意思 他就說 大圓沒來 小圓來了 你接班人 少圓 我的天啊 真的 有那一天 我們都不要做了啦 素質之低落 來 小胖 我是在07年比那個 YAMAHA就是熱營大賽 我就穿火影忍者的衣服去唱歌 然後那個時候起司 起司在旁邊 不是那一個 在左邊 然後我就穿火影忍者的衣服 然後我前面就戴頭套這樣唱歌 然後我就那一場 就八十幾個樂團比 然後我是 我們拿最佳颱風獎嘛 就我一個人 因為戴那個頭套 台風就是不是前三名 沒有 前五啦 前五 可是四跟五沒有頒獎 杜拜有提供是不是 我就是參加英文話劇比賽 然後我是辦花木蘭 照片在這 花木蘭啊 對 就是整套的衣服 然後那個農裝啊 然後可是我們還得第一名喔 真的 就是紅色那個是我 很好玩 每個人都有一點這種表演慾望啦 可以打扮自己的機會也不錯 好好展現一下自己的勇氣喔 不過接下來這個重點就是 像剛剛這個Sammy有提到說 塑身對不對 你一定要有一個最完美的狀態去 這個表演 所以請問大家 你曾經試過什麼 瘦身方法 好 瘦身是直接不吃喔 我曾經就是 就是真的就不吃 然後到最後搞得身體真的很差 所以還是不要這樣子 對啊 這樣也不行 哇 波波 嗯 就是我之前有去那個打消止針 然後跟吃減肥藥 然後只有那一個禮拜有用 然後之後又負胖 就是如果沒有繼續吃的話 然後繼續打的話就會負胖 嗯 還有 還有小白 我覺得我有一陣子這樣加在一起還蠻有效 就是我都會穿塑身衣嘛 然後包含睡覺也穿 然後那個吃水果就是真的是吃拔辣跟番茄 但是是吃那個大的番茄 然後還有一個是那個就是減肥藥 而且我那時候是看中醫 然後吃我那陣子瘦到42 臉都超凹的耶 就是減到有點過瘦 你們這些小朋友真的不要亂減肥啦 對啊 裴帥 你喝包子汁喔 是不是 小籠包頂太豐出了 我喝到那個檸檬汁是不加水的檸檬汁 那是檸檬嗎 那檸檬汁被自己酸到 你是不是有病 我喝到喉嚨好像 喝到喉嚨都壞掉 殺掉 就是沙沙的 誰教你 睡前喝一杯超酸檸檬汁 然後晚上超難過的 你胃就瘋啦 怎麼那麼笨呢 不是小狗 有些方法真的不能亂性 來 冰淇淋布 我想問那個Semi姐姐啊 就是我知道演唱會的時候 常常要穿一些很性感很景深的衣服 所以要辦演唱會之前 會不會就是什麼東西都不能吃 我會很瘋狂的運動 就像比如說演唱會 我會用好幾個月開始 塑造我理想中的身心 因為我本來是一個很容易發胖的人 那而且我中學就開始吃這個減肥藥 吃到昏倒 然後不吃 是完全不吃 然後什麼方法都用過 但是來到這個階段 我發覺運動還是最重要 還有就是你要吃適合的東西 比如說澱粉質比較少吃了 那雞肉蛋白質你可以吃很多 那所以我發覺還是用一些最基本的方法 才是永恆 才是長久的 要不然很容易腹 腹胖 腹胖 對 所以你從來都沒有放縱過自己嗎 有 我有 我可以擦幾公斤 我現在就讓自己比如說擦三公斤 如果真的胖了三公斤 我就馬上撿回來 以前我就會不用工作的時候 我一下子可能胖十幾公斤 就很難撿啊 但是也能撿得到 因為我的意志力超強的 超強的 一去跑步運動的時候 我就是全個人投入 我就不覺得很辛苦 他的獨特菜單 我們今天一定要好好看一下 好 來 演唱會發生狀況 臨近影片去越來越糟 劉德華她碰到成群保安為粉絲的狀況 那時候她直接從那兩公尺高的舞台跳下去 然後保護那個歌 她是劉德華的話 你會怎麼辦 我會想哭大家 我會想哭大家